大家好,我是布丁 今天来盘点音效那些实用小教程 也是你们想要的教程 首先第一个就是怎么改变翅膀的颜色 我们先在物品编辑里找到蒲团 给它改变一下材质 我改变的是金属 然后我们换上恶魔服装 好啦 之后我们坐上去 往下翻,找到材料规模 诚实 点加减就可以换上我们喜欢的颜色 我们先加衣 那我们再重新换下衣服 还是换这个恶魔服装 然后我们再坐上再减衣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超渴 第二个 有粉丝问我那个带盘子的橘子在哪 打开物品编辑点物品点碰面食物就可以已找到橘子了 里面不仅有橘子还有好多食物 第三个是怎么坐那个高一点的椅子 找到扑团给它调高再换个颜色就成了超级少女心的椅子了 第四个就是那个兔子长的教程 我们先点击正方形 给它调一下 再给它换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个 也给它调一下 给它调薄一点 如果如何把孤单融解 你看它战斗着飞跃 你看它战斗着飞跃 然后我们再找到葡萄二 给它调厚调长一点 再给它调一调 你看它宗杀的温柔 因为物品需要 我给它做了两面墙 之后就是做枕头了 拿出葡团给它调一调 再给它换成粉色 给它复制一下 做两个就行了 接下来做的就是兔儿朵的部分 我们要用圆柱做 接下来你们自行观看吧 嘿嘿 这次我可没拖个墨 以后没意外的话 都一个星期更一次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最后做的就是床上的挂坠 拿出床上玩具 再给它加长擀面的品材坠 改成正常的就行了 再给它换下颜色 超梦幻的兔子床就做好了 这些日向小教程 你该知道了吗 好了下期见灰灰